越京港环状水域开发计划 以贴近自然为出发点 整治水域及暗季环境 最大化运用现有条件 并纳入永续生态思维 实现与水共生共融的理念 藉由青叔就有河道改善水质污染及恶臭问题 重现古越京港水域的自然生态棋地与环境风貌 并结合周边文史节点 打造间距、观光、修气、清水 及保有生态多样性的多功能场域 原本一个容易淹水的 圣公拉九节的臭水沟 会造成一个环境问题的地方 现在变成一个观光亮点 而且不仅有水利上的意义 还有观光上的意义 更有文化上的意义 把越京港能够重新复活起来 这点是非常谢谢 这是城乡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旗鼓龙山社区龙山渝港周边聚落 因地势地挖户岸高度不足 每逢台风暴潮就发生海水倒灌 造成庄内淹水 水患困扰居民20多年 市府水利局进行龙山聚落围堤防护等工程 并搭配抽水机 以维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一处红台来的他们会爆炒 爆炒就淹过来我们针来了 所以抽水机在加 你烈水三外水都南南作为 所以很有阴随 尊重我们现在六层排水 这样豁发丁着改善很多 现在红台来的爆炒就不怕它了 非常感谢市政府 还有副工所的用心 真的这些八层感觉很有感 西谷流错排水周边聚落因地势低窝 不时釀灾 所以市府也积极争取预算进行改善 看现在看起来大概是把这个通水断面加宽 然后把这个海水的这个底泥把它输均掉 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水 这个如果下短时强降雨的话 这个水液体洪水液体的机会就大为降低 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 向水利署争取前瞻补助流错牌水上游 第一期工程费1.2亿元 第一期看第二期用地费9000万元 未来将在争取第二期跟第三期 总工程费5.2亿元 预计将流错大牌做通盘性治理 在第二期还有工程经费大概1亿元 第三期还有工程经费大概4.2亿 这加起来都是一笔费用 所以我们要赶快跟中央争取 地方的配合款加上中央的补助款 这样下来才能够把这个流错大牌 也就是七股息做一个通盘性的治理 这样子对于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些人有比较好的保重 市长洪伟哲持续办理西北地区在地建设 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整治后币区金疗排税 并于110年2月获水利署补助2300万元 加烧市府配合款100万 合计2400万元 对于民众,他们如果说洪台来 看他比较习惯 不然如果我们听到洪台 起床的报告洪台要来 有的民众就怕他在等 因为太多了 我们钱都很高吃水了 所以说我也感谢我们市府 我们市长 或是我们水利局长 他们水利丹园 水利局者的油管人员 有用心在台湾上出这个改革的问题